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昨晚證實 首批莫德納的疫苗 十五萬劑 已經在盧森堡起飛 經杜拜 將會在今天下午 運抵桃園的國際機場 此外 指揮官陳時中 也首度談到 從去年八月 到今年一月都持續 和德國BNT原廠談判 最後卻因為新聞稿中 出現我國兩個字 導致疫苗採購生變 陳中表示 無法談成 都不是因為合約內的問題 而是合約外的問題 指揮中心宣布好消息 首批莫德納十五萬劑疫苗 預計二十八號下午抵臺 最快兩週內檢驗完畢開打 指揮中心表示 這批疫苗 在通關程序後 會儘快完成檢驗封肩作業 莫德納疫苗和輝瑞BNT疫苗 一樣是一款mRNA疫苗 保護力高達九成以上 莫德納如果存放在 負二十度C可保存六個月 在二到八度C的使用期限 為三十天 陳時中表示 本批疫苗的效期到十一月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mRNA 我們的合約大概是有五百零五萬劑 那接下來還是會陸陸續續的來到 我們大概下一月還是疫苗 還是像我所講的 大概就是會有兩百萬的疫苗 至於外傳郭台銘有意透過 他所創辦的鴻海 以及永齡基金會 合資向上海復興購買 德國BNT疫苗 永齡基金會執行長劉宥彤證實 郭台銘認為 現在疫苗購買困難 希望為國家爭取更多疫苗 這位官陳時中則首度鬆口 政府過去和德國BNT 原廠的接觸過程 陳時中透露 從去年八月二十號就開始 和原廠談判 其中也有代理商 來接觸 十一月十一號 與藥廠網路視訊會議 討論技術資料及相關問題 一直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由BNT提供合約最終版本 衛福部將這份合約 在今年一月六號報行政院同意 當天即回復藥廠合約的簽名 影像檔案 一月七號 雙方就合約上對新聞報導的限制 交換意見 並且提供對方新聞稿 但對方一月八號一開始 同意所有內容 不過四個多小時後 對方又希望將新聞稿上 我國兩字改掉 我方也馬上把兩字改為臺灣 但BNT在一月十五號又發文說 因為要調整疫苗供給時程 因此簽約要延後數週 陳時中覺得問題不在合約內 陳時中表示 如果有人有把握能引進疫苗 那時間真的要快 準備相關資料和政府聯繫 否則完成相關流程後 可能政府目前掌握的三千萬劑疫苗 就已經到貨 記者張志雄 莊志成 鄭惠仁 中間剛剛臺北報導